全台放颱风假 大家也看到了菜饭真的是忙着在做生意 市场出现了抢购的人潮 那么深怕菜价会持续在飙涨 民众是趁着放假赶紧就来补货 这段时候都还得排队呢 但是这颱风还没走 菜价就已经是让民众吃不消 颱风天菜价贵省省 一般人常吃到的高厘菜呢 现在要价已经79元 很多人都吃不消 但是你想要吃的话 还是得咬牙买下去 西县刚采收的花椰菜一斤38元 较能耐保存的蒲瓜一斤49元 润金卖的还有高厘菜 这一摊从原本四五十元 现在已经飙涨到了79元 一颗高厘菜至少要价150元以上 一斤多少啊 它卖79 这样两颗不便宜 OK啦 这样总共买掉多少钱 340元 舍得这样吃 340元 还OK啦 没办法后台风天菜价都贵 对对对对 会不会觉得薪水应该也要涨一下 OK啦薪水当然涨最好啊 虽说是台风天趁着风雨还不大 许多民众一早就来市场采购 这件卖菜排队人潮 老板结账忙得停不下来 但也坦言 菜价确实涨了不少 比较高啊 比较高啊 怎么说啊 一般都说49 39 台风天有影响 有啊 菜价飙高 可是今天台风天出来买菜的客人 有让你笑嘻嘻吗 都正常啊 差不多一样啊 但为大家还是要来吃啊 对啊 对啊 叶菜类价格随着台风报道而上扬 在菜价高涨薪水不调的情况之下 让民众大喊吃不消 聪明的消费者转而卷购瓜果跟金类 只盼这回台风能少一点灾水 别苦了农民辛劳百姓荷包